路徑預估來講 它的路徑預估是以朝巴士海峽接近 之後減慢再逐漸的往台灣東部海面北上 這樣的路徑預報機率是最高的 所以以這樣的路徑上來看 我們預估可能發海警的時間點 有可能會是落在禮拜一 不過我們也說過 這個預報的後勤 在接近的過程中 預報的不確定性是比較大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記得 更新我們最新的天氣預報 其實在中心就是這個區域 就是中心可能落入的區域 比較接近台灣的陸地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這個颱風來說 就是說它發佈路徑的機會也是不排除 不過我們還是預估 它是以發佈海警這樣的基金水平這樣排除 從白天跟今天的晚上 今天其實整體而言 在東半部地區都有一些逐步下雨的現象 在白天午後的山區 以及南部地區的接近山區的平地 是有一些午後人正義發展的情形 這點引起山區的朋友們要特別的留意 明天的天氣跟今天的類似 就是還是在主要的向雨 還是會在東半部地區跟午後山區的部分 特別注意這兩天的天氣 山區的午後人正義 還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在市場上 在市場中的地方 都已經明天氣和經濟 曲 購復 到北部地區 城市市場上 是工作用零行冬日的區議員 特更天星 車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